这个车到现在开了五六次 每次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我每天开注意我担惊受怕的 走在路上交警说我们车门没有关炎 它关炎就是这种状态 四个门都是这样 里面这个导航完全就是一个摆设 这个方向盘尤其是掉头或者打转向的时候 你从左往右你得五圈五六圈下来 这个情况就是你开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车骨肉在哪 这个刹车你看这样 这样你看才能踩动 我不知道它是车按照什么标准去生产的 郑州拱义市的崔先生说 这辆车才买了三个月 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随后他拿出车辆的说明书和合格证一看 怀疑自己被骗了 说明书是三轮车说明书 您买的是个什么车呀 四轮车嘛 买的四轮车给了三轮车的说明书 对对然后合格证更是启发 前面是周三点水后边没有三点水 型号一般都是数字还用字母 然后这个小毛卡 车价号就是个出厂日期 然后这个合格证编号根本就没有 二维码更启发根本就是一个微信公众号 正常的二维码应该是车辆信息 这里连品牌都没有 只有一个生产厂家 然后这个假的这个车价号 剩下就是一些常规信息 不仅车子质量有问题 合格证上也是疑点重重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记者和崔先生一起来到了拱义市 通桥电动车批发城了解情况 这是他长流弄的不是我弄的 我买车的我管管经营 但是您得核对他商品是否正确 是否这个合格呀 那但是我们仔细看 他不行了叫他长流 再给他补发我这合格证就完了 这不是补发合格证不补发合格证问题 咱这个车的品牌 到底是这个带三点水的新大洲的品牌 还是这个不带三点水的新大洲的品牌 这名销售人员坚持认为 崔先生所购买的这辆四轮车 就是新大洲品牌的 至于合格证上的措资问题 应该是厂家发错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后记者拨通了 新大洲品牌的售后服务热线 我们刚刚跟业务经理 跟大区那边 包括当地也都咨询过了 然后我们那边没有生产四轮车 那我刚刚有给新大洲的客服工作人员打电话 他们说并没有售卖过四轮电动车 他们一般做的是二轮或者三轮 所以咱这个车到底是带三点水的 还是不带三点水的 带吧 带 你也不确定是吗 我那帮个还有三 你来这点不是有字 我知道 随后销售人员拿来了 新大洲三轮车的合格证 与崔先生所购买的四轮车合格证 进行了对比 颜色一样吗 它说不一样 徐州陈奇汽车科技有限工资 徐州五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工资 这都不一样 然后您再翻过来看 是什么新大洲 洲是带三点水的 但是这个并不带 对 人家你看车辆型号 启航110S 您这个小摩卡 你看人家这个车架号多长 再看看这个 可格证不太一样 消费者有疑问也是正常的 那正常 那这个想象我只能说是他厂里的我发又不发这手续的时候是他们弄的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要拿出来仔细的看看这种想象也不会有了是我的答应 您说那个大通桥电动批发层那个门店不是我们的门店 我们那边没有门店 你用户有没有给你提供那个照片 就是上面如果说是有我们的商标的我们想确认一下 如果说确实是有人冒用我们的商标 那我们这边肯定会上报上面的领导 你和大家就按一erdem 好 你说